好,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昨天我们做的练习 OK,这个是正解 第一题,他让店员观察不容易看到的角落 以提防小偷 OK,这个通常你可以在超市那边看见 OK,他让店员观察不容易看到的角落 所以,如果有小偷偷东西的话 他会很容易看见 OK,所以第一题答案是P 第二题,他让司机更容易看见车的两旁和车后的景物 这个就是那个车的望后镜 好,就是R OK,第三,他让人类观察水面或地面的情况 OK,就是潜水艇的船员会用的观察水面或地面情况 答案是Q 好,这个是第四题,啊,练习式的答案 OK,当光从一个戒指进入另一个戒指的时候 会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不是颜色,啊,OK,就是光的折射 因为光的折射现象一直放入水中的铅笔 看起来像折断的 OK,在圆鱼缸里的鱼因为光的折射看起来更肥大 光的折射使水中的硬币看起来更浅 OK,好,今天呢,我们要复习一下能源的那一颗 所以我们来做一点练习 好,这个是能源的六题,圈圈题 请坐在你们的布纸上面 三三九宝贝们,你们都学会了吗?